好,让我们来做点冥想 吃完午饭,吃完油条之后,再冥想是不是很好的时机 我们就来做一点点 第一步 关手机 第二步 试着现在要发出声响,赶快发 稍后不可以再发出声音了 喝完咖啡 好,开始 开始观察呼吸 十次深长的呼气 稍微微笑 开心 好玩 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再次邀请你的老师来到你面前 生命中的一些老师 感谢观看 想一想这位老师身上一些美好的品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回到你意识的中心 黑色的房间但很舒服 里面有美丽的银色的种子 然后很优雅地其中的一个种子打开 一张美丽的图片出来 就是你老师的美好的品质 就好像鸟一样就像鸟一样从你前而出来 然后降落在你老师身上就像毯子一样 因为这个你看到这个美好的品质 现在开始变一个故事 现在开始变一个故事 就是种子是如何种子是如何种下的 我做了什么 你可以回溯到过去很多世之前 在任何的国家 你可以是任何人 你在种下种子 你可以用你上周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图像 或许你网上看到了一些内容 或许你在机场碰到一个人 或许你在咖啡馆看到了一张图片 任何的图片 就是你生活中遇见的 或者是你记忆中的 要编一个好玩的电影 关于过去时的电影 你如何创造了这个种子 开心 这个冥想过后 我会邀请几个人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电影 你没有什么品质 老师的品质 你什么时候种下了这些种子 我感到有点几句 我感到有点早知 如果一个人都可以做着 是不 혁一样 of你 我感到有点连误 你感到有点美的 也有点好 我感到很连误 我感到有点 你iew你 我感到有点 我在模特地 我感到你 吸性 我感到有点 想要什么 我感到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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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到老师身上 带执尊敬把老师请到一侧 邀请进老师的第二个图像 来到你面前 这位老师是不一样的 看上去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不来自于你的种子 你是偶然间遇见他们的 他们不来自于你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 他们是在这个偶然的世界里偶然的老师 在一个随机的世界里 在英文里我们把它叫做错误的世界 这样的老师不来自于我 我是一天意外间遇见他们的 我们是与此同时意外地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这整个世界就是个偶然 并不来自于我 数十亿年前有一个爆炸 灰尘在各个方向飘洒 意外间有一些灰尘聚在一起 数百万年过后 形成了星星 形成了地球 在这个地球上偶然间花诞生了 意外间水里长出了小小的生物 意外间有一些动物就爬到了地球地面上 意外间有一些动物变成了猴子 那些猴子意外间就变成了人 在这些人当中就出现了我们的老师 想象在你面前有一位老师 就是你跟对方没有任何的过往 也没有未来的命运 都只是意外霸了 没有意义 没有理由 试着去感受这位老师感觉起来有多么的错误 你意识的一部分应该是不开心的 不,不,我的老师是特别的 我们是数十亿年前就相见了 我们是数十亿年前就相见了 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辈子 在未来我们也会一起走向正午 我们一直没有分离 我们也永远会在一起 我们的命运就这样关联在一起 第二位老师是假的不是真的 实际上哪怕坐在这一位老师身边我都感觉不舒服 然后想象他们消失了 因为总而言之他们根本不可能存在 然后这样就留下了某种空间 这个空间是由踢出那个不可能的老师所留下来的 这叫做空性 把真正的老师邀请回来 请回到这个空间里 跟我坐在一起 就是美丽的、跟我有命运的老师 然后享受跟对方坐在一起 他是从你而来的 真正的老师 好 好 感谢观看 然后三次伸长的呼气 还不要动 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伸展一下 大多数人应该是看过这个游戏的 大家可以从中学习到空性 很轻松的 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 你也可以学习到因果 就是缘起 我们需要 我们做这个冥想是需要了解这个的 这个冥想当中只允许一位老师存在 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真正的老师 一位就是从我的种子而来的 银色的种子在打开 这位老师是从我而来的 然后我们又邀请进一位假的老师 他们不是真的 他们不是从我而来的 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偶然的意外的世界 正如科学家所言 就是一些灰尘的碎片 然后碰撞 彼此碰撞 然后创造出了世界 创造出海洋 创造出猴子 创造出了你们 创造出了你的老师 一切都是一个大的意外而已 然后我们把这个老师取消掉 就是不来自于我的这位老师 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 就是两个先生 大多数人之前都看过 但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空性 你可以展示给他们看 而且是正确的 你可以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如果有一些东西是真正的空性 你应该要能够运用 用到商业 家庭 健康 做一个示范 就是关于两个老师 在冥想当中 一个是假的 一个是真的 好吗? 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我有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先生 我是上班的 我生活当中有三件事主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我整天的干活 我得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还得做饭 这很难的 这很难的 因为一天很漫长 我生活并不轻松 这两位就是我的孩子 嗨孩子 听好 妈妈的老板告诉我说明天 我一定要早点去上班的 我们要跟纽约的客户开电话会议 然后老板就问妈妈 就是明天早点过来 这是周三 我就说你的孩子 你能不能提早一小时准备好 同意吗? 你一定要就是打扮好 然后穿好鞋 然后家庭做也要做好 准备好要出门了 八点要出门 不是九点 孩子同意不? 很好的孩子 我很爱你们 然后隔天我回来了 打开门 然后他们在床上乱跳 跳吧孩子 跳 他们在床上跳 然后互相打架 跳 还有跳 要跳 还有打架 拜托 这是什么打架吗? 我教你们要收拾好 妈妈得上班的 你鞋子都没穿 你们是深圳最笨的孩子 最蠢的孩子 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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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泰国最笨的孩子 你们是泰国最笨的孩子 好,请坐 坐下 坐下 谁听见我骂他笨蛋 他们听到了 我自己也听到了 你是 就在我意识里留一个印记 最蠢的 泰国最蠢的孩子 每一个词都在我意识里留下印记 我自己也听到了这些词 两个小时之后 那些印记就变成了种子 我们说sanskara变成vasana 就是梵文 现在我一时里有种子 因为我骂了我的孩子笨蛋 下一周 我回家了 我很累了 我送孩子上学 我然后又接孩子 孩子去买菜 然后要做好准备要做饭 然后我就想 我先生好像比我早回家 我好开心 他会抱我一下 今天会拥抱我 然后我就打开门 然后 你这个笨蛋 饭桶 先生帮我饭桶 饭桶意思就是笨头 就是饭桶头 我应该怎么说 你干嘛帮我饭桶 我什么都没做 我才回到家 我才不是饭桶 我才不是饭桶 你饭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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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会这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骂我饭桶 我什么都没做 是真的吗 不是的我做了什么 上一周我骂了孩子 我种下了种子 你们是泰国最笨的小孩 就在我意识里种下种子 然后打开门的时候 然后在我意识中间的银色的种子打开 图片出来了 你这个饭桶 然后我的先生就骂我饭桶 现在我们要去想想空性在哪里 缘起在哪里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 太太笨不笨 我示范给你们看 如何证明你是笨 如何证明你是笨的 准备好了没 你这个饭桶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打开门而已 才进门 他就问我饭桶 我不是饭桶 你是饭桶 我不是饭桶 你是饭桶 老师请在后面投一个图片出来 慢慢的 生命之轮 什么含义 你这个饭桶 不 你才是饭桶 当我进来的时候 种子 首先是跟他们一起种下种子 然后打开门 种子打开 然后他们问我饭桶 你饭桶 你饭桶 不 你才是饭桶 你是饭桶 新的种子 然后下一周 不是笑要哭 不是笑要哭 下一周 你们是泰国最笨的小孩 然后回来又回来 饭桶 笨小孩 饭桶 笨小孩 让种子打开打开 生命之轮 这不是就是在转生 不是说每一辈子投生一次 你每周都在上演 每一周 你都在种下这个圈 就是跟家人一起种下 好吗 如何证明自己是笨蛋呢 种下新的种子 这样的话你先生就是对的 好 现在 如果你来参加我们泰国的ACI的禁修营 你会怎么样反应呢 准备好了没 你这个饭桶 你 安静 去到洗手间 打开门 看着镜子 你才是饭桶 懂了吗 好吗 现在 为什么这里会有两位先生呢 其中一位 是从我而来的 因为我上周骂了我的孩子 其中一位是缘情 是从我的种子来的 是从我的种子来的 谁想要成为缘起 我是缘起 一位是从我来的 另外一位 这一位 我什么都没做 他就骂我 准备好了没 我什么都没做 是真的吗 不是 你上周骂了孩子 不可能是真的 就不可能你什么都没做 他就骂我 这一位 不来自于我 听懂了吗 其中一位是真的 是真的存在 有一位是假的 并不存在 哪一位是真的 哪一位存在 白衣服的这一位 这位是真的 从我而来 这一位呢 真的吗 不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缘起 我什么都没做 是从我而来的 现在 更深的一个问题 更深度的一个问题 当你生气的时候 我不是饭桶 你才是饭桶 你在骂哪一位 黑色的这一位 为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他就骂我 但你不可能生白色的这一位的气 为什么 因为你明白 你明白他从何而来 他从何而来 你明白他从何而来 如果你明白他从何而来 如果你明白他从何而来 是因为我骂了孩子 创造的 你不可能对白色的这位先生生气 你开始说 不 你才是犯桶 你开始说 不 你才是犯桶 然后你就说 哦 这个是从我来的 这是我的错 造成的 所以你是不可能对真的先生这位生气的 有可能对假的这位生气吗 可能呢 我什么都没做 就是黑先生 黑先生 我什么都没做 他说我什么都没做 他甚至都不存在 他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我什么都没做 现在要更深入吗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你一辈子 就是你一辈子当中不喜欢的每一个人 都是黑先生 每一位 就是你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敌人 你个人的敌人 国家的敌人 都是黑先生 我什么都没做 如果你明白是你种出了他们 你不可能生气的 意思就是你每一次生气的时候 就是你一辈子每一次生气的时候 那一位并不在那里 现在最后的问题 我们用哪一个词呢 就是从未存在过那里的那个男的我们怎么称呼 空性 空性 就是空性 他并不存在 你现在可以离开五开了 你现在可以离开五开了 现在的这个空间 这里的这个空间 是空的 里面上面什么人都没有 谁不在那里 什么都没做先生 你可以把他叫做黑先生 你可以把他叫做黑先生 你可以把他叫做我什么都没做先生 一样的 现在大家都明白空性了 两千年来 数十亿的佛教徒 不明白空性 现在大家明白了 学习要这样的教学 请上两个朋友伴小孩 然后请两位朋友当做坏先生 这样就可以教空性了 还有缘起 正确的教授 如果你看到空性会有什么结果 涅槃 涅槃 涅槃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生气 没有人会惹你生气 你是个梵桃 你甚至都不存在 或许我是梵桃 但是你并不存在 你可以坐下啦 你去做晚饭吧 就是空性先生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所以今晚不要生太太的气 把这个道姿地带回家 在家里移用 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谈论这一些呢 我们在谈论两种老师 在冥想当中 一位是来自你的 一位并不来自于你 把那位不来自于你的踢出去 在这个狮子舞的冥想当中 我们会专注于老师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老师 真正的老师 这是一个美丽的冥想 你生命当中遇见的每一位美丽的人 都从你而来 是你的一部分 这些美好的人 有好的人 聪明的人 他们都从你而来 你过去肯定是有做过一些事情 或许我们不记得了 但你做了一些事情 你创造出了它们 现在说 TED NAS TED NAS TED NAS PEd NAM KING PAS TING YIN ZIN LA GYOM ZHUG NAS TEN CAS گRONGbeitet 界 Gyong Bureau chrome 님 RUG TUNDANG RUG MI TUNDANG TOD PA Y7 这是弥勒菩萨的教授 当他教授世祖舞的时候 这是原本用这个语言来讲的 梵文是一起念Sing Ha Sing Ha 米勒菩萨说 就是上这八阶 去到第九层 邀请进老师 看到老师的缘起 看到他们的空性 然后就此做冥想 关于你的过去世 你过去世做了什么 创造出这位老师 好吗? 听懂了吗? 如果你不记得这两位老师之间的差别的话 你就可以记得厨房里的两位先生 如果你不记得厨房里的两个先生 你就回家吧 你会遇见其中一位的 好吧,听懂了吗? 好,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书 师祖有五部分 我第二部分 我第二部分只教过一次 但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明天来做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明天来做第二部分 如果大家准备好了的话 我会来教第三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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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在讨论老师的第三个品质 就是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就是人们就会尊重你 那是不是说我们不尊重社会地位比较低 这样的对吗?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但人们仍然这样做 如果你要当老师的话 种下种子 这样的话你在社会地位就会比较高 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种子 就是要谦卑 尊重长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四个动物的故事很知名的 祝你好运吧 佛陀教授过一个很知名的故事 大象 猴子 然后兔子 还有鸩鸟 就是经书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 我上次教过 应该再教一次吗? 我就简短地提一下 我上一次就从经书里截取出来了 这个故事来自于喀什一起念 喀什就是瓦拉纳西的旧称 这是印度的一座很重要的城市 现在很知名是因为附近就有恒河 印度教 印度教的教徒认为如果你能够死在瓦拉纳西的话 如果他们在瓦拉纳西把你身体焚毁的话 把你的骨灰扔进恒河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成佛 不是那么容易的,但这个故事挺好的 然后意外的 那个是三四千年来都是印度的文化之都 在瓦拉纳西的北部叫萨纳 这是鹿野院 这是佛陀初次讲法的地方 所以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 瓦拉纳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很高兴地说 我们有个项目进行了三十一年 去保护这些古老的佛教的经典 我们保护了大概五百万页 然后后来我们把它录录变成可检索的文本 尼克老师在负责这个项目,他就在后面 要感谢他 几周前他们在瓦拉纳西买的快递 那里的地很贵,因为信仰印度教人 每个人都想在那里有一块地 但他们能够买下了一块地 他们在建一座特殊的学校 可以学习梵文 去学习这些古老的佛教的经典 在那一座城市里 数千年前 有四只动物 大象 猴子 有图像 兔子 还有只鸟 他们就住在森林里 他们彼此很喜欢 他们是朋友 他们有一个讨论 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些自地 应该就是年轻人要尊重长辈的 顺便提一下这个故事是从经书里来的 叫做《Vinaya Vastu》 关于戒律的一本经 是佛陀亲口讲的这个故事 讲给他的这些出家众听 他说四只动物开了个会 我们来尊重一下这四个人当中 谁应该尊重谁 我们应该决定谁比较年长 然后年轻人应该尊重长辈 他们就来到一棵特别的树下 叫做Nya Grodha 这种树 就是无花果树 无花果的种子很小 大家看到图片上都可以看到那棵树 这些树长得很高 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种子里长出来的 他们说谁记得就是还记得这个树小的样子 大象说我记得 当年树就大概到我肩膀这么高 所以我想我应该是这里面最年长 你们应该尊重我 猴子说灯灯灯一下 猴子说实际上我记得 当这棵树跟我一样高的时候 要更低的 实际上我是咱们这里最年长的 每一个人应该尊重我 每一个人应该尊重我 然后兔子说 实际上不是你们最年长的 我记得 我记得我在这个树上睡觉跟我一样高 所以很显然我应该是最年长的 每个人都应该尊重我 然后其他人都说是是是你是最年长的 然后鸟舅说 翻译很好 实际上不是真的 我可以记得 有一天我吃了一颗五花果 吃得太快了 然后肚子疼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拉出来了 然后种子就出来了 然后就长出了这个树 我拉出来这个有种子的粪便 哪怕我是这里个子最小的 我实际上是最年长的 那些动物实际上比很多人都更聪明 他们说好吧 鸟最年长 我们应该尊重鸟 然后兔子是第二年长 猴子是第三年长 然后呢大象是最年轻的 所以大象要尊重所有的其他人 因为大象是晚辈 哪怕它更有力气 实际上在佛教里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社会的一个故事 就是晚辈要尊重长辈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理念 然后社会会更和谐 因为我们可以从长辈那里学到很多 他们什么都见过了 就我自己而言 我犯了很多的错 所以我有更多的经验 所以在那个森林里 所有的动物都开始跟这四个动物对话 他们都同意去遵守这个体系 就是年轻的会尊重长者 因为如此 夜里 在瓦拉纳西 在森林里 鲜花长出来了 然后树也冒生生长 所有的动物都很开心 都彼此互相尊重 他们甚至都开始遵守佛教的十善业 然后在城市里 会有越来越多的食物 会有越来越多的食物 越来越多的快乐 然后那国王就跟他的这些顾问在商量讲话 然后国王就说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挺好的国王的 为什么呀 你看在我的这个城市里 人人都开心 人人都配合 有很多的食物 他的大臣怎么说 是个智者 他说 殿下 很抱歉告诉您 瓦拉纳西的快乐不是因为你导致的 是因为森林里的四只动物 然后国王就说 什么 我得见见这四只动物 他就去见了这四只动物跟他们说话 他从动物那里学习到了十善业 正因为如此瓦拉纳西变成了一位神圣的城市 在经书里的最后一句话 佛陀说 顺便提一下 那只鸟就是我 然后那只兔子就是舍利子 就是新经里的舍利子 就像这样实际上是四位知名的佛教的老师 我故事实际上没有讲完整 因为很长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听 杰米老师的知识库上的网站 那上面有录音 我之前把完整的故事都讲完了 但这里在道次第里 老师说 让我找到它 哦,是的 得打准那 如果晚辈尊重长辈的话 那整个国家都会很开心 我想这也是部分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繁荣 其他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暴力 我觉得部分可能是跟我们这个习俗是有关的 所以瓦拉纳西的这四只动物 他在戒律里有提到 就是经书里 都可以看到这个四兄弟的故事 一起念 涂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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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故事的名字 我们仍然在讨论着老师的第三个品质 就是在他们的社会里 他们就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而且是很特别的 就是在他们的社会里是很特别的 这对老师来讲比较好 因为人们会听你的话 因为人们会听你的话 现在我们来讲老师的第四个品质 现在我们来讲老师的第四个品质 王猪 缺 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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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提过,但是我再重复一下 缺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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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很多钱 很富裕 就是你生活当中钱会不断地进来 钱不会让一个人变成好人 很多好人没有钱 很多坏人有很多钱 但是钱是有用的 就像我们那一个保护经典的项目 他们已经保护了五百万页的经典 整个项目三十一年 我们觉得要花两千一百万美金 而且是免费上传到网上 每个人都可以运用 我们预计还要再花上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所以我们需要钱 如果你有钱的话 就可以组织课程 可以翻译书籍 如果没有钱的话 是很难的 所以我也不笨 我不想要有太多钱 因为会有很多问题 我也不想要一栋很大的房子 如果你有房子有25个房间 你每天要做更多的打扫的工作 我很懒的 我不想一整天都在打扫房子 我想要能够做其他的事情 我的车是一辆二手车 但是是很好用的 但是是很好用的 就是本田 风田 就是很容易去用 我一个朋友有劳斯莱斯的一辆车 还有马沙拉蒂 修车是很难的 修车是很难的 我的车自己都可以修 所以我不在乎钱 但我想有多余的钱 这样比方说我有朋友来泰国 他们没有钱的话 我就说好吧 我替你买 我替你付 我希望有更多余的钱 所以第四个品质 一位老师的品质 钱是有用的 能够有多余的一些钱是有用的 这样你可以请员工 所以这是老师的第四个品质 那相应的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讲到书里 下一行 LONG ZHOD CHUNG BAI GYU NI TEN TSUNG LA TSUN DAG NA SA SARPA BUL BA LONG MO BA LA SA THUNG GYEN SOG GEN GKU SOG JIN SHING 如何有钱呢? 可以修建寺院 你可以建佛像 帮助有急需的人 在这个三座花园里 这是一种佛教的说法 叫做三个花园 知道DCI的人 就是三块田 就是大家都学过的 他们就在这里 这就是DCI 金刚商学院的教授的出处 就是有三点让业力更加强大 你要帮助三类人 你要帮助三类人 那些教授金刚商学院的老师 要了解出处是在这一段 我们把它叫做三个花园 或三块田 就是说种业力的一个良好的土壤 就是最肥沃的土壤 比方说我住在沙漠里 我是有座花园的 我是有座花园的 要养出一朵花 得花上几周的努力 因为那里的土壤是很贫瘠的 就是十块比土壤多 是很难养花的 但是有三种很容易种的土壤 种你的业力 我们把它叫做三座花园 就在这里 一起念 Pendo Ki Shing Pendo Ki Shing Shing意思就是花园 良好的土壤 Pendo意思就是过去帮助过你的人 比方说如果你要给某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的话 大家都是好人 大家是付钱来参加这一次课的 你已经是个好人了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人在这里 在座没有人会担心隔壁的人旁边的人会偷你的钱包 因为大家的钱包都是打开的 有人丢了手机不是说有人偷了 可能他落在厕所了 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坏人 大家只种下好种子 但是大家有另外一个责任 什么样种子是最好的 什么样种子是第二好的 大家生活是很短的 生命 有数百万件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所以大家需要这种重点 就什么样的好事是更好的 谁是最低的好事 大家的问题不在于就是在好事坏事当中做选择 大家的问题在哪一件事是最好的 最好的好事 哪一种好事比较重点哪一些是次之的 有三个指导 第一个 选一个强大的业力对象 过去帮助过你的人 当然是你的父母 他们给你最多的帮助 然后你学校里的老师 或是职场上的老师 任何帮助过你的人 如果要选择的话 为父母买新电视 或是给朋友钱 要选择父母 因为这样业力种子更强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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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GNYAL KYI NAR BA NAM LAS DUGNYAL KYI NAR BA NAM LAS DUGNYAL KYI NAR BA NAM LAS 就是那些有急事的人 紧急情况 比方说出车祸 他们要失去家 他们不赶钱 比方说 付不起租金 房子马上要没了 比方说 染上重病 或是因战争而成为难民 要帮助他们 就是那些有紧急情况的人 这是第二种良好的土壤 第三种 意思就是帮助很多人的人 如果有选择的话 可以帮助病人 但如果你有朋友他是一个医生能够帮助很多人 你要捐钱给医生 因为他们帮助很多其他的人 所以那些认识金刚商学院的人 这个就是出处 就是这个教授的出处 第一 寻找那些过去帮助过你的人 第二 寻找那些有紧急情况的人 第三 寻找那些帮助很多人的人 有一张牵手观音的像 这个就是这个理念 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他帮助上千人的话 就像一名医生 在那名营里的医生 你帮助一个人 你就长出了一千只手 这个就是这个想法 就是给一些更强大的业力对象提供就是经济上的帮助 比方说父母 马尽就是向下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就是上供下侍通常这样说 就是这里的意思 第五个品质 第五个品质 就是老师的品质 一起念 呸 噸 吸 噸 醒来 咸 我除了比请人比达年长 哦 我都没犯困 讲话可能比听更容易 老师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人们会听你的话 你说什么人们都说好我会去尝试 你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会做 这个叫做TZIG TSUN BA 你可以说一些很有智慧的话 但是一半人会照做另外一半不会照做 你可以说一些很蠢的话 一半人会照做一半人不会照做 跟你讲的话没有关系 取决于你的业力 如果你有业力的话 所有人都会说是是是格西拉格西拉 如果你没有业力的话 他们会说不格西拉不格西拉 都是业力 如果你想要成为老师的话 在座的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老师 你应该要种下业力让别人会听你的话 这是第五个品质 第一个品质是什么 第一个品质是什么 长寿 第二个 就是高的颜值 第三 就是高的社会地位 第四个 要有一些钱 你就可以来泰国 你可以让别人来泰国 你可以让别人来泰国 讲话的时候 先想想自己到底要讲什么 不要就巴拉巴拉巴拉 不要伤害别人的感受 不要说愤怒的话 就是讲话之前要先三思 这样讲出去好不好 这样讲有没有帮助 人听了会不开心 讲这些话对别人有没有帮助 NGA GI MI GYE BA NAM NEN DEN DU PO BA 就是语言上不要犯错 有三种方式可以种下业力 思想 你所说的话 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这一个 就是言语上要小心 尤其是那些让你生气的人 然后你有很强烈的情绪 我个人是有一个准则的 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 比方说写了一封邮件 然后来指责我 我每次等上三天才回信 第一天要说话很多 我不笨你才笨 第二天 我真的不笨 第三天 或许我有点笨 所以不要立刻回应 想一想 如果你立刻回应的话 会说一些不好的话 当你生气的时候 试着把这个闭上 明天再讲话 等到明天 这样等到你一时更宁静的时候 第六 力量 如果你有些力量的话 有很多种力量 一个是政治上的权力 或是社会上的权力 或是你在团队里的权力 稍后 他会讲到如何运用这些力量权力 然后用于好的方面 在道次第的这一部分 我们在学习八个品质 比方说富有 就是长相端正 人们相信你 你可以运用这八点在好的方面或不好的方面 当然我们是计划把这些用于好的事情方面 第六点 就是让你强大的一个因 意思是 尊重你的老师 帮助对方 就像我的老师 我为他建房子 我做钻石生意大部分的钱都给他的 因为他帮助很多人 所以要尊重老师 如果老师们在做好的事情的时候要协助他们 KON CHO意思就是要尊重佛法僧 帮助他们 帕妈 父母 也帮助父母 所以在父母这个业力上面会有助于很多方面 我们之前谈到了 如果你尊重父母 人们就会尊重你 如果你尊重他们 你就会有权力 有力量 特殊的花园 就是比底年长的人 尊重他们 帮助他们 有些时候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要在心里做一个祈祷 就发愿说我应该要跟我的老师一样拥有这些好的品质 我自己的老师 对人非常地友善 尊重他人 总是留出时间给到一些病人、穷人、老人 最近她遇见了一位无家可归的人 她也要请对方住进她家里 她说三天后就走 我觉得她待了三个月 她说没问题 就给他吃的 因为那个人生病很严重 照顾他 你要做一个祈祷 发愿 我应该要跟我的老师一样 我想要成为跟我老师一样的人 这样的祈祷就是一个业领 让你以后变得很强大 现在讲到第几个了 六 还有时间再讲一点 第七点是有争议的 在印度 两千年之前 男性是占主导地位的 钱有男的管 房子也是男的拥有 只有他们有投票权 比方说只有比丘才能够成为格西 女士不可以成为格西的 坦白来讲 很多年来 在佛教里 就是更强调男性 就是主要的老师都是男性 但是在更高的佛教的教法里 我的老师教了我很多年 我们把它叫做金刚称 密称 就是最更高的佛教 所有的佛都是女性 金刚瑜伽母 我们是跟随她的 但是在比较低的学派里 佛教的派遍 在古时候 什么都是男的 所以在这第七点 大家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解读它 我希望出生在一个世界就是男女平等 不会因为一个人是男性或女性就更优待对方 而是平等地对待 这个组织 亚洲经典学院 我们应该是九一年创建的 二十六年前 这是全球第一个机构把格西的课程教授给女性 那时候很多人骂我疯了 可能直到去年才允许女士可以考格西的学位 但是我们二十六年前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想要种下业念 就是男女是平等地被对待的 这是第七点 金刚升学院的导师大概一半一半 甚至女性比例更多 稍微女性比例高一点点 因为她们更聪明一点 只剩下来 所以这里说 所以你要做一个祈祷 人们被平等地对待 决定在未来 当我在转生的时候 我不在乎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 只要谁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就变成男的或女的 我未来是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佛陀的身体实际上是五十五十的 佛陀里面 他的男性跟女性是平衡的 是很完美的 就是证悟的人 外在他既可以试现度母的形象 或者是释迦摩尼佛的这种形象 但是内在 他们的能量 是平衡的 这位作者 他做了一个特殊的祈祷 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祈祷就是 出生在一个男女 被平等对待的一个世界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学习这个祈祷 我想要住在一个世界 男女是平等的 要一起念想知道吗 好 我先讲藏文 一起念 这是一个特殊的祈祷 就是一个世界里 男女是被平等的对待 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了 我鼎礼尊重 一起念 我鼎礼尊重 上师 智慧的上师 光顶 顶礼文书菩萨 这些是五个特殊的传练 我现在重复一下这五位菩萨的名字 一个是智无上光顶 根记文书 不是 智无上光顶 如誓愿智慧 根记文书 稍后看我们再怎么样想办法发给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做这个祈祷 他们提到这五位菩萨的名字 提到这五位菩萨的名号 你念诵他们的名号 就会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样这个世界里男女的薪水是平等的 然后力量也是平等的 权利 责任也是平等的 好吗 我把范文名字念给大家听 听就好了 一起念 现在一起念 现在就可以种下业尿 你要祈祷这种平等 我们现在比100年以前 我们现在比100多年前有所改善 但还不是很好 所有这些大的政治团体 百分之98都是男性主导 公司里的总裁 百分之90多都是男性 我们来祈祷是50-50 我们来祈祷是50-50 祈祷 祈祷是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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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创建一个人们平等的世界 所以这是第七个品质 老师的第七个品质 我们想要活在一个世界 就是男女是平等的 去学习 去冥想 去做闭关 去成为老师 好吗 好